各位,大家有一個很棒的日子 正在吃雞排收看直播的同學 大家好 你好嗎? 我現在在走路 然後我現在要前進的目標 就是今天新iPhone發表的 Steve Jobs Theater的場地 然後因為今天是第一次開放 所以其實我們昨天也沒有走過這一段 所以就是大家看到 也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所以待會我們就邊走邊探險來看看 然後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先進來 應該算進到遠區了 遠遠很遠很遠的地方有一個 我走過去一點 把它放大一下 這個就是那個環形太空艙 那個環形太空艙的主建築 不過現在有點遠 我們可能沒辦法走過去 然後 園區耶,對呀 然後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進來 然後其實今天的媒體 大家都是第一次進來 我覺得可以透過直播 帶大家看到 然後自己也覺得還蠻開心的 好 然後 這邊啊 這邊啊 就是 就往前走 因為那個Steve Jobs Theater 是在一個小山丘上面 所以我想 待會可能沿路就是一直上波 一直在走上波 那我們就趁發表會還沒開始 先悠閒的慢慢走 要不然等一下發表會開始 就會開始很緊張 現在 現在這邊的時間是早上八點 那我們算是提前兩個小時來 對 然後 昨天來這邊的時候 其實 就是這個場地還沒辦法進來 那其實它也是 就是這邊也是今天才開放 其實我聽說明天這邊就是 關起來 也不會讓外面的人進來 所以今天算是特別為了發表會 然後特地開放一天 很興奮 然後其實這個園區裡面 就是 種了非常多的樹 然後就是 前幾天來拍的時候 其實就 其實都拍到樹 我覺得就是 我們現在心情有一點小緊張 你知道就是 如果以那個 Steve Jobs Theater那個場地 可以容納一千 一千人來看的話 我們算是 那一千分之一個媒體 然後就覺得 其實在全球媒體裡面 可以先進來參觀 是覺得 還蠻開心 而且可以透過直播啊 把這個一千分之一變成 就是帶大家進來看 然後把那個一千分之一 變成幾百分之一 一千分之幾百 一千分之幾千 就覺得還蠻 對不起 有點小激動 我們繼續 抱歉好了 好像快到了 快到了快到了 快到了 園區 園區裡邊竟然有 有這樣一大片草地 然後 又圓圓圓圓圓的那個地方 再把它放大一下 再把它放大一下 那個就是 也是那個環形太空艙的主建築 然後 這一片草地看起來就是 就是剛中 之後應該會變成一片 那個 浴草如荫的草地吧 好上 說是在小山丘上面 好像不是也沒有很高 前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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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都是透明玻璃 然後大家現在看到的是地上 地上這一層的建築物 Jobs下凡親自來發表 好吧 那待會大家看看好了 不這樣近看大家看得出所以然來了 就是 這個建築物現在大家看到 它高大概是20英尺 20英尺大概是 沒有人可以幫我換算一下20英尺是多少 然後它的整個直徑是165英尺 好 它上面那個屋頂是碳纖維 金屬碳纖維的屋頂 拼鎖是全世界最大的碳纖維屋頂 就是一整圈都是玻璃 其實大片玻璃在這兩年 蘋果的建築裡面算不陌生 就是大概這兩年新開的Apple Store 都是這種風格 那包括台北101的Apple Store 也都是 就是以大片玻璃為可徵 那我第一次看到蘋果的大片玻璃建築 就是在最近現在聯合觀察的那個Apple Store 那當時我聽介紹的是說 他們有一個用意 是希望說 這個建築物能跟周圍 能跟周圍的環境是融合在一起 然後沒有合合 所以我想 可能就是它採用這個也是有 就是採用玻璃為主體 可能也是有這個用意 那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你看 捐了一片玻璃門喔 為什麼 你看你捐的地板 嗯啊 我知道了 好 那今年大家還要繼續捐獻嗎 我不知道待會那個就是 對 大家現在看到這邊 這個是地上 地上一層樓的建築 但是它其實不只這樣 它這一層 下面好像有 有沒有看到 有點反光 好 其實在這一個正下方 還有一個展示區 那待會兒 這裡有樓梯 這樓梯這樣走下去之後 底下 底下會有個展示區 那展示區再往前走下去 會就是一個大理堂 那那個大理堂 就是我們待會發表會 會進去的自己 對 所以其實 它主要活動的 活動的區域 是在這一層樓的下面 我們待會進去 就是我現在還不能進去 但是待會進去之後 會再為大家做一次直播 好 那我不知道待會 就是發表會之後 產品的demo 會在這 會在這一層樓 還是說在地下的展示區 不過其實看起來 覺得比之前在照片中 要大的感覺 比想像中要大的感覺 比想像中要大 但是我們有人先跑去 但我先繞一圈好了 然後在看介紹的時候 是說在這邊可以 一片草地 好現在還沒長好 但是以後這邊會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 然後草地過去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環形的主建築 登登 就是加州的陽光都特別好 所以以後意思是 可以在這個草地上睡覺的意思 不是說只想要睡覺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 你還會立一塊 善單性的一個杯 不是啦 這是一個單位那個 反正新手機要發表會 有什麼叫大按馬拉松 哈哈哈哈 可以自拍介紹嗎 但是只看到我的頭就沒看到這建築物還蠻可惜的 先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建築物 現在有點背光 聽說上面的禮堂的座位是皮革的椅子 然後我也還蠻想下去看看 而且聽說那個場地就是 就是那個座位是梯形 就是那個斜下來的那一種 所以視野 視野非常好 現在是幾點 現在這邊早上八點 應該快八點半了吧 距離發表會大概還有 將近兩個小時 可以進去 那我要進去囉 我經典工作人員的T恤是那個 曼蘋果 然後我們的背具是 南蘋果 是一種跟大自然融合的概念 其實裡面現在就是 就是非常的乾淨 什麼都沒有 這個樓梯 這就是剛剛我們在外面看到那個 往下走的樓梯 小邊沒有發衣服 沒有欸 那個工作人員才能穿 假公雞粘糖 我覺得你們就是 很好笑 你看這樓梯裡面就是 蓋的還蠻美的 這個樓梯裡面的樓梯是石頭 真的耶 沒有柱子 它就是 大家看到那個屋頂 就是一整片一整片 這樣子拼起來的 對 全套 看起來是沒有柱子 全套不容易 不過 碳纖維屋頂應該 我不是學建築的啦 不過 碳纖維拼起來應該 是不會很重的 我們工作人員跟 碳纖維屋頂都比較酸 我們工作人員跟 碳纖維屋頂都比較酸 你看看 碳纖維屋頂 看看 碳纖維屋頂 他發的隔音還不錯 因為完全聽不到外面的聲音 你看看 碳纖維屋頂 足球人員 最多的才能看 碳纖維屋頂 接著 碳纖維屋頂 ate爐 淋雪庵 那我沒有這一間 一間最高的 做事啊 碳纖維屋頂 這個的時候 碳纖維屋頂 這間 碳纖維屋頂 就這個節奏不會沙咖嗎 其實 就是 碳纖維屋頂 原來一點一點亮亮的是 燈 超通的 時薄天的時候 碳纖維屋頂 貓天後維屋頂 貓天後 碳纖維屋頂 沒想到他樓梯的設計也是蠻漂亮的 裡面跟外面溫差很大 我覺得還好耶 看說蘋果工作人員很行 但好像沒有人這樣做耶 等一下會不會被擺 找一個 樓下我們 它有一個時間開放之後我們才能走下樓 那剛剛有說過樓下就是一個展示區跟禮堂 那看起來下面的空間會更大 所以待會下去之後會再直播一次 什麼時候開始 台灣凌晨一點 我想再去外面繞一下 我們走上去那個火源那邊看看 味道有很多時候 還會進去外面的水 這個地方就要給你一塊錢 我真的想知道 那裡有什麼時候 你來看一下 你去哪裡 你去哪裡 你的水 你去哪裡 我去哪裡 你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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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嘛,今天台灣是不是有台風,沒有人在吸煙耶,我覺得應該是,那邊是樹 台風不會來了 從這個角度看一下那邊 這邊視野更好,可以看這邊 有沒有看到遠方的那個,主建築 這邊視野其實更開闊 田徑去屯田圈辦公室,那個辦公區是不開放的耶 有對外開放的就是那個,訪客中心 那就是,剛我們進來說訪客中心還沒有開 那聽說發表會之後就可以過去 那反正發表會之後,發完稿之後 就會帶大家過去看訪客中心 訪客中心昨天有稍微拍到 它就是有一間,有一間Apple Store 然後一間咖啡廳 然後一樣也是這種,就是大片玻璃的風格 這邊可以遠遠的看到你的總部 嗯,好想過去啊 我待會用長鏡頭來拍一下 我已經穿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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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 好舒服 訪客中心 其實是在園區外面 馬路的對面了 那平常 Steve Jobs Theater這邊 應該也是不開放外面的人進來 就除非有活動了 過來參加這樣 導演廳只是在亭廳中 竟然是在外面 我開一個地圖 讓大家看一下位置關係 稍等我一下 這樣看得到嗎 這是這個地方的地圖 然後那個圈圈 那個圈圈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那個環形的建築物 我再走過去好了 然後啊 我那個紅色 那個 紅色圖釘的位置 不是 藍點的位置就是我現在 這樣好像看不太清楚 好像現在好 那個大圈圈就是那個太空艙總部 總部太空艙 然後藍點的位置就是我現在在的 Steve Jobs Theater 所以它其實就是算是在 在圓圈圈的 是在那個總部主建築的 對 像藍邊嗎 反正它不是跟主建築在一起 然後紅色圖釘那邊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訪客中心 那個已經要走到外面去 不過那個就是以後大家 來 想要來Apple Park的時候 可以進去的地方 那 那個 那個訪客中心啊 就是有一個咖啡廳 那那咖啡廳的屋頂聽說是一個露台 那那個露台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環境總部這樣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我待會可能要先結束一下直播 因為我還是需要去拍照 如果大家已經看得差不多了 但我覺得大家是不是想再多看一下 真是啥 有一點麻煩 我待會就算拍照這邊也都汙人了 就是走進來 因為裡面隔音很好 然後又放著很優雅的音樂 我就覺得走到裡面來好像在放成品之類的 然後待會發表會開始之後 靈異戰商會做文字直播 那就是可以過去看一下支持 看一下發表會講了什麼 那發表會結束之後 反正我們就會趕快衝到那個產品展示區那邊 然後實際拍產品 然後動手完再整理報告給大家 就是希望今天網路能順利的盡快讓我把照片發出去 所以就是待會發表會開始的時候 可以先到靈異上面看文字直播 那發表會之後呢 就是可以鎖定我們的現場 現場動手完報導 工商時間結束 所以它的範圍除了甜甜醇之外 外面還有很大片空間 沒錯 那那一大片空間就是種了很多很多果樹 看一下可聊喔 這樹有幾千塊 謝謝啊 就是剛剛有講到那個甜甜圈 甜甜圈外圍其實有個大片 一大片空間 那那些空間其實有 就是整個Apple Park的園區有種了9千顆樹 然後來取代瀝青跟混凝土 所以其實就是可以看到它 就除了建築之外的空地幾乎都是 以種樹跟草地來覆蓋 那Apple Park整個園區它是 100%採用可再生能源來供電 那我們現在看不到那個甜甜圈的屋頂 還是我只是稍微看一下 甜甜圈的屋頂上面其實 蓋的全部都是太陽能發電板 那Apple Park運行的那個 屋頂太陽能裝置發電量 據資料是寫說高達17兆 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裝置之一 我走到剛才那個就是那一個跳天圈 很棒 我只是想說那個大就要總快使用 好了,那你怎麼也好幾乎 那我吃到一盒是不是 嗯,它吃到一盒是中圈和樹 那它包含了各種 各種品種啦 比方果樹、橄欖樹之類的 蘋果樹、杏樹、橄欖樹之類的 樹的品種還肺炎得多 那基本上挑選的都是一些比較耐憨的植物 全區都是太陽的 是不是全區都太陽的 我太確定 但是全區都是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 都使用再生能源 同時Apple Pie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通風建築物 因為我們沒有仔細走過去看它的結構 但是據資料上面講說它一年當中有九個月不需要開空調 如果我近看一點的話 大家有沒有稍微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屋頂上太陽能板的痕跡 小朋友Norboard 8不室內是用iPhone7 有叫粉絲雕像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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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像 待會文字直播要在哪看 誒我們的粉絲團應該有剛把網址貼上去了 走一圈看看 好啦 我再去走一圈好了 但我現在只能走那個Steve Jobs Theater一圈 我還不能去走甜甜圈一圈 有多少媒體參加 我也不知道 可是那個場地是可以塞一千人 我想應該有邀請辦法 一點是文字 官方有直播影片 然後就是 我們也是看著現場直播的影片 然後把內容翻譯做文字直播 我一直在放下 把他縮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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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課中心那邊發表會後直播在跟大家說 因為廣課中心那邊也是今天先開放 那其實廣課中心那邊也還沒有正式完全開放 聽說是下禮拜 但是其實還是以官方發佈訊息為主 發表會場地是在協同底下 沒錯 剛剛有稍微看一下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一層一樓的底下 其實還有展演廳跟禮堂 所以待會我們是會的下去 那下去會再直播一次 飛骨飯 與其他一邊視頻的五格 我們說參詳有一個最好的不同的那些 周圍通 distintos ,是麒麟的很多 我們堆積在這裡 我珠南,我一邊做主題 我們堆積在排名堂 我們會下一個特注圍 我們要站在排名堂 有什麼好處 我們要坐在排名堂 ,我知道 我們要坐在排名堂 我們要坐在排名堂 我們可以坐在排名堂 難怪大家都還在這裡 能搶得到好位置嗎 聽說那個座位的設計是視野很好 然後是每個位置都是好位置的設計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待會進去看看吧 現在外面的狀況大概就是這樣 那待會進去之後會再為大家直播一次 那我們就在欣賞 Apple Park甜甜圈竹建築的畫面下 先結束我們Part1的直播 那待會 我也不知道多久之後可以進去 那反正 反正那個 那直播應該會同時吧 那待會大家見囉 我們派幾個人去一個人 好